老爷 这是卫阳啊 什么 妾身认的这个手镯 当年卫阳刚出生的时候 妾身亲手给他戴上的 这手镯老爷应该认的 这确实是我李家之物 难道他真是卫阳 你为何不说实话 你到底是谁 潜入我们李家究竟有何目的 父亲 为什么你宁愿相信一个素不相识的妇人 而不相信自己的女儿呢 住嘴 查清真相之前 不许再叫我父亲 回大人 冥妇没有见过他 你 果真不认识他 冥妇不敢欺瞒大人 卫阳啊 你可认得他是谁吗 父亲大人 卫阳平日确实很少出门 附近的那些人 卫阳都不认识 将抚养卫阳的刘氏带上来 明父给各位大人请安 刘氏 你抬起头来 现在问你的每一句话 你都要说实话 否则不只是你 连你的家人都难以活命 明父不敢撒半句话 你们俩可认识对方啊 大老爷 这就是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刘氏 这是高嫂子 看来你们相互认识 认识认识认识 再来看看身边这位姑娘 你们可认得 是我家二小姐 你胡说 她才不是二小姐 大老爷 二小姐我见过 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敢欺骗大老爷 当心被拔了舌头 老爷饶命啊 老爷饶命 大谈 还不如是招来 明父实话实说 他 他 他确实不是我家二小姐 这种事情 你可不能信口雌黄 明父不敢 不敢不敢 大娘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呢 站住 尚淑大人有令 任何人不得进入 如今两位殿下都在里面 你这么做 根本就帮不了维央 之前那个妇人竟然说 不识的李维央 难道说 这李维央是假的 怎么可能 不会的 哎 你不觉得这个李维央 很是奇怪吗 他要真是假的 我看啊 这欺君之罪 死罪难逃 你再跟我说一句 休怪我不客气 你那么大声吼我干吗 哎 李维央又不是你亲戚 基本是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哦 我知道了 你和李维央 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 是不是 啊 你干吗 我告诉你 下次就不是扑瓜子 这么简单了 李敏德 你给我站住 事情到底如何 你从十招来便饶你一命 若敢胡乱车祸 定不轻饶 不敢不敢 俊儿 不用激动 尚书大人在此 定能公正处理 你说 她不是二小姐 她又是何人呢 其实 这位姑娘是谁 我并不知道 当初李家来接人的时候 二小姐她已经死了 这位姑娘 从我家路过的时候 我看她孤苦伶仃的 没人照顾她 是她自告奋勇 要替二小姐的 我当时心里害怕 害怕老爷怪罪于我 所以就顺水推舟 答应了她 大娘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呀 我在你家住了这么多年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我呢 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父亲 我真的是为妖 我没有骗人 大娘 我们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这么陷害我 尚书大人 此事事关重大 必须慎重 柳师 你可知道 欺骗殿下 该当何罪啊 知道知道 民父不敢欺骗殿下 二小姐的尸首 就藏在我家后山里 如果大人不信的话 一查便知 老爷 既然如此 不妨开棺验尸 二位殿下 意下如何 不妨一试 不妨一试 来人 将尸骨取回 结果如何 很快便会知晓 将魏央关进房间 任何人不准接近 母亲怎么知道 这个李未央是假的 我早就怀疑了 救灾之策 让我质疑万分 一个乡下的女子 十字都难 更何况谈论正事 于是我就派红罗 我亲自带着她的画像 到刘家附近询问 结果 无一人认识 我就肯定 李未央定是冒充的 奴婢派人找到刘氏 一开始他还不肯承认 后来 他看到他女儿的天身之物 这才说了实话 可是 父亲会相信 一个乡下妇人说的话吗 一具尸骨 也已经死无对证了呀 放心 我自然有办法 如果高阳王殿下 知道这个李未央是冒充的 定会对他死心 母亲 您先休息吧 我也先回去了 好 好 五座 结果如何 回大人 此尸骨 确实是十六岁左右的女子 就算如此 也不能证明这具尸骨就是二小姐 更不能证明 县主就是冒名鼎替 父亲 他们有意想要陷害女儿 自然可以找到一具年轻的女尸 老爷 这是卫羊啊 什么 啊 妾身认的这个手镯 当年 魏羊刚出生的时候 妾身亲手给他戴上的 这手镯老爷也应该认的 这确实是我李家之物 难道他真是伪羊 你为何不说实话 你到底是谁 潜入我们李家 究竟有何目的 父亲 为什么你宁愿相信一个素不相识的妇人 而不相信自己的女儿呢 住嘴 查清真相之前 不许再叫我父亲 老爷 看来 他不吃点苦头 不会说实话的 来人 把他带下去 是 打到他肯说为止